上千位基隆市民不为寒冬 与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 立法人蔡思议 基隆市立法人候选郑文庭 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等人 一起拼出德制 赖清德环岛拼图活动 在圣诞节抵达北台湾基隆 强调自己也是基隆的一份子 赖清德表示 当选后将推动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 希望用交通建设官方居住四大指南针 包括加速推动基隆捷运 打造基隆和古黄金囊带 扩大海洋新国门的格局 以及大幅增加社会住宅 让基隆在对的航线上加速前进 航向全世界 未来我要推动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 用交通建设官方居住四大指南针 让基隆在对的航线上加速前进 航向世界 航向未来 第一 我会加速推动基隆捷运 成为基隆发展的新动脉 把这个共大事务交给政文庭 我们台湾顶的每一位 这样好不好 在基隆捷运的推动过程当中 同时也会配合 施作自来水钢管 让基隆市民 可以享用翡翠水库的水 我向大家承诺 基隆捷运绝对会实现 第二个计划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关系到我们基隆未来 我会打造基隆河谷 黄金囊带 配合未来的基隆捷运 我希望将原来基隆河 沿岸五堵 六堵 七堵的货柜储存厂 把它搬到台北港附近 而原来的土地 则可以配合新的 基隆捷运站 透过交通站进行开发 转型成为开发型的都会科学园区 第三 我会扩大海洋新国门的国际 第四大建设 我会大幅增加社会住宅 实现居住正义 未来八年配合北北基陶的 整体生活圈规划 区域社会住宅的目标 我们设定在 十二万六千五百户 其中由中央直接兴建 将近五万户 基隆市的部分 中央将兴建 一千户左右 另外赖清德也提出 居住三对策 包括刚三读通过的囤房税2.0 还有持续推动全国社会住宅 包住贷款 租金补贴 以及经济青年 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调高贷款额度 以及利息补贴 并延长贷款年限等 透过全面性的政策 帮助年轻人 在基隆成家立业 现在利息补贴是半码 0.125 未来我再增加一码 到0.375 大家说好吗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 实实在在 来帮助年轻人 在基隆成家立业 赖清德强调 要用四大指南针建设基隆 就需要平民律师 郑文廷进入立法院 当他的帮手 协助他完成对基隆的承诺 不计是 六千户要用四大指南针 一起建设基隆 也非常非常需要 六号的郑文廷进国会 成功的接棒 蔡世应委员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台下支持群众一起高唱竞选主题曲路 赖清德表示 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之首 他计划2030年 让癌症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 因此邀请基隆人熟知的人医 王正旭医师 加入成为不分区立委名单之一 赖清德呼吁 明年1月13号 总统支持赖潇佩 立委支持郑文廷 政党票投给民主进步党 三票顾台湾发展大基隆 记者张琴辰 基隆报导 新台湾 新台湾